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在回來的第一天呢 就是我們剛樓下的那個警衛 問我第一句話就是 啊 那個 小姐你從澳洲回來你有沒有賺一桶金 這樣 然後我白了他一眼笑一笑這樣子 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要去澳洲黨工住家之前 第一個要先認清楚 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 然後去打工住家 那我先說我有存到錢 但是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存錢 我的工作比較特殊 我在澳洲兩年除了第一 前三個月是跟一般的對報科一樣 做農場的工作以外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年多的時間 我在幫澳洲的綠島做選群的工作 有半年在國會議員的辦公室 有半年在州議員的辦公室 我們都在做競選團隊 那其他時間都在玩對不對 所以呢 我完成這個樣子然後 你知道雖然雖然有半年以上的時間都在玩 但是我還是有存到錢 那而且我也學到我要的東西 這是一個 那另外有一群人我指導 而且這群人越來越多 我碰到非常多讓人 他去那邊擺明就是要賺錢的 我必須要跟大家強調的就是 你不管報任何目的到澳洲打工度假都沒有錯 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簽證 你只要沒有違反他的簽證規定 不管你做什麼你都沒有錯 很多人他就是背負的就是我好像去打工度假 全部都在打工我就是錯的 沒有這回事 他那個渡假的操控制限也沒有規定你說 你不能夠都打工 然後都不能夠這樣 你不能夠都打工然後完全不旅遊 他沒有做這樣的規定啊 他當初會有這樣的規定呢 是他們的觀光旅遊局跟移民局 還有勞動這三個部位協商出來的結果 他們要解決幾個問題 第一個要解決當地的勞動力溃廓的問題 而且是短期勞動力 而且高強度的他有那種 就是我們所謂的那種dirty work 就是那一些特定的就是工作 地上的工作 他的缺工情形很嚴重 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再第二個他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首要要解決的就是第一個問題 那但是呢 任何在台灣也通常有這個問題啊 在台灣我們都懼怕就是外勞進來搶的工作 即使他搶的是我們不要做的工作 因為他怕造成一個印象嘛 你今天先搶了我們dj的接下來 是不是搶了我們其他的工作這樣子 他就是一個積極的路向 那所以呢 在簽這些就是類似工作簽 像打工家我們只要定義為類工作簽 那種類工作簽的簽證的時候 工會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他不會讓你去簽那一種就是 很好找到就是工作 而且很好找到 很好很容易搶到當地人 也會想要做的工作的那一種備別 所以呢 他才會有六個月的規定 才會有你要做三個月的那個 異級產業的工作 你才可以也簽了這種規定 他所有的這個官設下來 就是要讓你的流動性很高 因為什麼流動性很高 你才會去做他們所期望的那個 添補的那個空缺嘛 然後接下來觀光局他要的是什麼 他很簡單 他就是要你留下 你把你這邊賺的錢在我們這邊花掉 對 那移民局也很簡單 就是我只要很容易的控制你們 那個控制沒有像台灣那麼誇張 台灣對外勞控制是很過分的 以後有機會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他只要我能夠好好的管理 掌控的感覺 好好的管理這一群外國人 他不會對我們帶來太大的麻煩 然後再來就是 我可以收到簽證費就好 我去兩年他每半年調一次 而且每次都調很多 現在還在調 而且不只是那個打工度假簽證在調 他所有的簽證全部都在調那個 就是簽證費 我去的時候才兩百多 兩百兩百三兩百六 有點忘記了 現在已經三百多了 三百多澳幣 可是調這麼多 你以後要調多少四五百塊嗎 不知道 這個簽證費你們去 我現在都講澳幣啦 我們去乘以二十五 可是即使這樣還是很多人 就是願意過去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澳洲就現實狀況來說 他的最低工資就是全球最高的 他的一小時是16.87澳幣 16.87澳幣 就是可以做什麼呢 在澳洲當地 他可以吃一餐大餐 大餐 或者是一條吐司吃 你一個人可以吃一個禮拜 你可以買16條 好 那不然買牛奶好了 牛奶他一公升就是一塊錢 一塊澳幣 所以你可以買16公升的牛奶 所以這個薪資這麼高 當然你去那邊 你只要自己生活不要太花費了 太花那麼的話 你一個禮 然後你又有固定工作 一個禮拜絕對存得到錢 所以很多人 他如果專程是為了去賺錢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台灣工作了三年 然後他是私立大學畢業的 那他畢業以後找工作已經不太容易了 然後結果就是他的薪水又不高 那再來就是他又背負著就是血袋 平常三十幾萬這樣 他工作三年反不起來 在台灣工作三年反不完 然後又經歷了就是人生的一些很大轉變失戀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好吧 你既然現在什麼都沒有 那你乾脆就是先把你債務解決掉 所以我們幫他 我跟我男朋友幫他到澳洲 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就先把他找到了然後他才過去 所以他沒有等工期 他一過去就開始工作 他三個月就把三十萬反掉 對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要過去 因為那一個 他澳洲是一個你認真打拚 你就可以解決債務 甚至可以存到就是 你未來創業基金的一個地方 但是除了認真打拚以外 還有非常多的條件 像剛剛就是是好提到的 現在的工作環境沒有像以前那麼好 你要找到16.87符合最低實現的工作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容易了 更換很多人看到那個市場 就是我主持的是像仲介 他剛才講的是那個 你是用派遣工來形容他嗎 其實派遣工的背後就是仲介 那仲介們看到這個市場 他們把很多工作機都包起來了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我們之前在處理那個雪梨的那邊 雪梨附近的那個工廠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跟當地的工會交涉以後才知道 整個工廠啊有一半以上都是台灣人 然後這些台灣人全部都是仲介過來的 那那個工會再進一步 跟就是工廠的老闆再交涉 就問那個老闆說 為什麼你會就是你難道都不知道 就是這些仲介給這群就是年輕人 這麼低的薪水嗎 這群人都說我不知道 我給仲介的錢都是合法的 據查理的確他給仲介的薪資都是合法的 但是仲介拿到以後他把它抽掉了嘛 就像台灣在台灣的派遣公司一樣 他中間都把你抽掉了一筆錢 然後他這個當作是各種名義啦 服務費啦 訓練費啊 或者是什麼有的沒有的費用這樣 他把你抽走 那很多人就會說那你為什麼 現在很多人就想說你為什麼講 我剛好聽到有一個人說 有些人有些老包就會講說 現在他的新包就是都不做功課 為什麼不好好的找到工作以後再去 因為很簡單嘛 很多好的工作全部都被包走了 他只好找仲介啊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狀況 剛剛沒有提到就是除了仲介以外 現在還有那一種賣工作的 其實就是非法仲介啦 而且很多還台灣人自己人喔 就是那些老包們 他過去站了一個好圈 他現在準備要走了 那現在他也知道現在工作不好找 那我賣你 那就看有人敢有沒有人買嗎 那他敢開架然後又有人買 那就成交了 五十塊可以賣三百塊也可以賣 我聽過最扯的是賣工作機 賣面試機會 還不保證你還不保證你拿到這個工作 那賣你面試機會 賣你就是接觸到這個面試官的管道 三百塊 報幣 有沒有人買還是有人買耶 對啊 就是這樣子 這個扯的地方有一點 澳洲傳統的工作 基本上他們仲介不是跟 不是跟人收錢 他們是跟公司收錢 也就是說 我雇主跟雇員 仲介其實是跟雇主收錢 他不是跟雇員是不用收錢的 澳洲他們的法律規範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當然他們有些特殊的情況 只是說 剛剛我已經談到的 都是跟雇員收錢 所以其實我們在很多地方 我們就要讓大家認清 就是現在到底事實狀況是什麼 還有就是實際上合法的狀況 應該怎麼樣 因為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現在的狀況 是被剝削的狀態 我覺得來說 如果已經有人在場 有人已經準備要去澳洲 反共度假的 可能已經加了很多 就是反共度假的社群 什麼雪梨周邊的 墨粉周邊的 布里斯粉周邊 那裡面已經開始 就是你一進去 你就會看到裡面 很多工作訊息的分享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些人 他會宣稱他提供的工作是白工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白工黑工區別 那白工黑工在現在背包客用語的意思就是 白工就是合法的工作 黑工就是非法的工作 那很多人他就看到了就是 提供工的看到這一點 他告訴你這工作是白工 然後讓你不以為這個條件都是沒有問題 可是實際上你如果細舊就是他所的那個 給的那個薪資待遇的話 很多全部都不合法律規定 例如就是他看起來就是薪水有到17塊 可是呢 這份工作如果是一個高危險性的工作 在澳洲的就是薪資的那個就是規範叫Award裡面 例如我們就拿肉廠來講 肉廠是一個高風險的工作 為什麼要高風險呢 他除了又累又重以外 你處在的一個環境呢 是一個需要定期去維持他的那個環境 清潔的環境 你如果沒有一個清潔的環境的話 然後沒有定期消毒 就是這些基本東西如果沒有做的話 你是處在一個很髒亂的地方 你很容易生病 這是一個風險 再來第二個肉廠 你常常如果做的 其實除了包裝以外 很多人做的是刀手這種工作 你用刀你也是會遇到很多風險 你有時候真的有做到太累 我去聽說好像有做到太累 砍到自己的手的 這個也是有 所以這風險是很大 還有第三個像前年還有去年爆發的案例 有一個人他也是太累走一走 就掉到裡面的油口裡面 下半身整個被燙上 所以像這麼高風險的工作 其實在他們的薪資規範裡面 薪水是很高的 二十幾塊甚至更高 還有他們也有一些規定 例如他要你就是至少要幫你保保險 然後還有像說他有一些工作的前期的訓練 他有一些安全防護 像這些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個無良的固度 我們就這樣講 一個無良的固度 這一段他全部都不給你 他為了節省那些資費 他都不給你 但是他在背包客的社群 FB社群裡面宣稱他就是擺工 很多人就這麼誤以為說 喔 這擺工沒有問題了 我去做 然後去做以後才發現原來自己有很多東西 該有的都沒有 然後你如果安安全全的做半年就算了 最怕的就是你在這個門口遇到了什麼問題 那時候真的求救無門 但是其實不會無門 澳洲我滿想到澳洲對於勞工的保護是 就是很周到的 他有很多門路就是讓你可以求助 而且這些管道全部都是公開的 唯一的困難就是他是英文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我不在做就是做翻譯的這些資訊 然後還有幫大家整理資訊 那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申訴有成功 有啊 我可以分享一個欠 這個禮拜一才剛 我剛接到的訊息 嗯 我這禮拜一呢 接到了那個 那個我們申訴的 我們叫案主好了啦 因為他現在還不能公開他的名字跟資訊 因為還在簽協議 他 嗯 他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 然後我印章很深刻 因為那天是330 就是我剛到雪梨的那個堂後半碗 那個聲援318的那個佔領 然後下國就直接奔去就是 嗯 半小時車程的地方去找他 因為他就是他們在藥廠工作 然後這個藥廠工作 藥廠工作也是一個有工作風險的地方 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這樣 那 但是呢他們薪水其實是不合理的 這就算了 再來就是他們強迫他沒有加班 那強迫加班就算了還不給加班費 那 那個背包會講說 我知道啦我知道你 你沒有加班費那我不加班總行了吧 結果他就被fired了 因為他不願意配合加班 因為他不願意配合加班 那他就很生氣嘛 他就覺得他要討回公道 結果他去跟一個 他先是去申訴有關於被解雇的這一件事情 結果雇主就是他跟我講說 啊我當然可以隨時解雇你啊 因為你的那個工作的那個職位是casual 就是用臨時工 對 所以臨時工的意思就是 我不需要特別控制你 我今天要fired你就fired你這樣子 但問題是這個重點在哪裡呢 如果今天你是casual的話 在澳洲他也知道這種工作型態 是非常不穩定的 所以只要同樣一份工作 但你的職稱是casual的話 他會加幾百分之二十五的薪水 可是他都沒有啊 那既然他沒有辦法解決 就是這個back file這件事情 那他那我至少要要回 就是我那百分之二十五 可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建議他 盡可能的就是找所有 越多人越好 後來呢他找到了十幾個 就是back walker 包含香港人 那這十一 然後我們聽到最後是 我聽到最後已經快到二十了啦 對 然後呢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幫他聯繫 就是這個行業的相關的工會 然後但是工會那邊失敗了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就是之後我們會把他整體完發 我們的網站 然後也幫他 因為工會失敗了 所以我們就帶他去 就是Fail World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FWO 對 那在這個禮拜一 終於收到就是訊息 就是他們跟雇主就是終於協商成功 他們不但呢可以拿回他們 屬於這二十 將近二十人自己原本應得的薪水 而且呢 他這個案子可以塑及既往 所有在這個藥廠被聘過的人 都可以憑著這一份協議 回來跟雇主要回他的薪水 所以 申訴有時候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的事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鼓勵你的同事們 大家一起勇敢的站出來的話 他最好的效果會做到這樣 他可以改變這個工廠的勞動漫進 而且促成這個改變的 正是這一群你被包客們做的 而且在2013年 澳洲政府其實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發現2012年開始 到2013年 他們的海外勞工 就是主要是以Walking Halle勞工 他們總申訴的案件增加了61% 所以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專門在處理 國際勞工的一個團隊 我記得大概15人的團隊 專門在幫大家就是解決相關的勞資意義 而且其實我們在ABC 或者是說澳洲各大主流的媒體上 其實可以看到越來越多案例 是這些被包客他們集體 或者說這個Fairwork 他們主動的去調查 為這些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勞工 成為他們應該有的權利 所以澳洲它是一個非常注重勞工權利的一個國家 對 非常好 我比較好奇 因為當然很多人想要 就是打算去 可是我不知道說他們聽完之後 對想要去那個慾望是平生還是下架 其實像我那兩個朋友其實生活非常不一樣 一個家境比較優勞 他工作好幾年 他是33歲的時候 快要來不及的時候 他當到客人 可是台灣的工作環境他覺得他不去看 他去 我可以我看他我看他那個Fairwork 他就是在然後工作 他就是很標準的那種 字面上的那種做法 但他回來之後他覺得 他就自己開一家 小小的餐廳 他是一種類型 然後另外那個朋友他是 比較 他 欸 出去的話不是也要壓盡 好像要放一瓶水 他不是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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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他去孩子 他連那一批錢都跟人家借了 然後就出去 去了之後他其實就有一點點 工作黑工時都做過 然後他就是真的是去賺錢 到最後好像撐了一年 到第二年他覺得他受不了 因為其實生活完全沒有選擇 結果他第二年把他第一年賺的錢全部花光了 然後結果回來 後來他回來之後 就好像我講的 到最後 到最後 那一個把錢力點算的錢 花光站回來那個人 他回到台灣裡面面對一個問題 他受不了台灣的一個 就業環境 因為他出去之前其實他有 類似在做我們平面設計的東西 可是他回來之後他發現 天啊那個薪水讓他 整個非常不能適應 對然後後面之後他又想辦法再出去 後來他也跟我講說 其實他這樣他雖然這奈兵 有遇到很多 什麼工作都做過像去農場 或者是去牧場 很多啊就是那種工作 他說他去有全身被調查表 因為雇主給他 住的地方是一個 類似一個就是他們規放 倉庫的地方這樣 可是他還是覺得雖然是這樣 但是他覺得他賺的錢可以讓他到 那個地點 是出去旅遊 他反而覺得說那種工作 環境是我有壓力 但是我有地方輸 因為我可以到處去走走看看 享受不同的人生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可能 剛剛很多人說他們有想出去 可是我這樣看完之後我覺得 其實在台灣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就好像我們看外勞 就好像外國人看台灣 是一樣的角度 所以你要出去的時候你要先思考清楚 是你怎樣看別人 別人是怎樣看的 不會說你因為你出去 對於我們 正在我的觀點我覺得 我們只是比較高級 都還好 對他們來講 對 那如果你在他出去 你是 你想的是什麼 你可能回來說像我那個朋友一樣 你沒辦法適應這個 就位環境 或者是說你回來 你會發現 兩個到最後都不能適應環境 因為一個是 幹到課長 可是他們家 家境比較有我 所以他回來幹三兵 然後另外一個是受不了 又想要出去 所以想要出去的人會有這波問題 通常我聽到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比較好奇 像其他想要出去的人 聽完之後 你們想要去的人 因為是比較高呢還是比較低 還是開始猶豫 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還是高中生 然後無論我們對這個名詞 現在其實還是非常的嚮往 那我個人的話 其實聽完今天的這些東西 我還是會蠻想出去 就是看看這個世界 因為畢竟 可能距離我還很久 可是我覺得如果有這個機會 我還是會想去 那今天這些資訊 就是可能以後進去之後 真的碰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就真的可以拿出來用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個人還是蠻希望可以 就是去國外做這件事情 謝謝 我給一些回饋 我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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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一些回饋 就是說我認為說 我打工度假 我本身申請過三次 一個人打工度假 但是每半年一次 那一年的話 只有兩千個名額 那一期就是一千個名額 可是每一期 都超過兩千個人去證 這一千個名額 所以導致說兩一拜以上 他是沒有辦法申請到 我們的打工度假的簽證的 那我們在寫 打工度假的內容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去注意說 我們千萬不要寫到說 我們要去工作 我們都寫說 我們要去旅遊 這是一個重點 如果你寫說 你要去工作 你絕對不會過 我們在日本是這樣子 所以我申請過三次都沒有過 那我沒有用白目 都寫不寫工作了 但不會這樣寫 那一方面是大家都覺得說 到底打工度假能不能做到錢 我一直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 你們現在是為了錢 要去國外而工作嗎 我認為如果是我的話 為什麼想要去日本 我很想要跟一些 我們不同國家的人 做一些文化上的交流 去交一些朋友 去看一些不一樣的風景 我覺得說這才是最重要的啊 如果說這做我們賺錢 是不是重點 我跟你講 在台灣還是有很多辦法 可以賺到很多很多的錢 絕對有辦法 做得到的 不用說去國外 如果說 你去國外只是為了賺錢的話 我跟你講 要不太辛苦 你要坐飛機 要跟家裡遠離 你要找房子 找工作 不見得有工作 你在台灣又不見得找不到工作 你遇人山崩 我不見得找不到工作 可是如果說 你抱著一種 你有一種熱情 一種熱情的心態 我就是想要去跟他們聊天 我就是想要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相信對方是感受得到的 我不是說要用打工 純粹工作來看待這件事情 不過他等一下沒有這麼糟糕啊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我們那個想去的心態也不會改變 想去就是想要去的 因為你可以想要去工作的人 嗯 社會軍很可惜啦 畢竟 像日本的話 一輩子只能去一次 那你澳洲 可以二千嘛 對不對 可能你工作一年 那下一年你就去玩 那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沒有說什麼不好 如果說你去日本的話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你可以邊打工 邊找一些 就是在日本 然後你交一些日本朋友 然後跟我們玩 這樣子 或是去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個經驗 那我剛剛那個大哥說 會不會賺到錢 呃 如果有正常工作 一般來說就是一把錢啊 不然日本人怎麼生活 對不對 那澳洲我當然會 OK 等我一下 好 我聊好久 那 那像剛剛那個 OK 那個中間的一些圍繭齁 好 就是說剛剛 PowerPoint的部分啊 嗯 我記得有點可惜的是 他沒有一些比較圖片 就像 那個牆壁上的這些照片一樣 因為我們人啊 對文字的話 東西其實記憶力很低落啦 可能看完三點 都忘記跟雨一樣 但是如果說我們有照片 再加上一些 很陡大的標題的話 我們可以記得 比較特別的深刻 那加上我們一些 比如說案例嘛 案例就是說 我們台灣會播的一些新聞 比如說你剛剛 撿到那個肉掌對不對 這個雖然說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有一些高中生 看可能是什麼高中生 他們還是不曉得 那你要是可以把一些 新聞的連結 一些點出來 給大家看會更好 這樣子 謝謝大家 對 那現在還是有幾位方法 我以便給大家再說 好不好 呃 大家好 其實我就是一位 從日本打工獨家回來的人 那 有需要我做一些 在日本方面的分享嗎 OK 你看好 嗯 那從 哪部分開始 從簽證開始呢 還是從找工作開始都可以 好 那比方說從簽證 去那邊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辦你的外國人居留證 還有你的在日本的一些健保 跟你的那個找房子 跟你的事情 那在外國居留證這件事情上呢 我是2010年的8月到2011年去的 剛好經歷到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嗯 那我去的地點是奈良 關係奈良 大家知道這個地方 嗯 對就是很多路那個地方 嗯 很治癒的地方 對那我去辦理這個簽證的時候 你是等於移到那邊 辦理簽證 辦理手機 簽證這些所有的事情 是你第一個要做的 因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很龜毛 你在台灣拿身份證 當天就可以拿到 你在日本要將近一個禮拜 等於不知道什麼人家冒生意 你會需要和我寫什麼的 然後在寫簽證的時候 他一定會寫到國籍這個問題 我去的時候他是只能寫中國 那我跟他拗了很久 最後只能寫中國台灣 對然後 那我有聽說現在在某些部分地區 已經可以寫台灣了 所以你們如果要去的話 可以爭取一下 對我那個時候還不行 對那就跟他吵了一下 對那他們可以理解這樣 就好吧好吧 你就寫中國 然後括號台灣 對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其實很多人都不會提到 還有你甚至是打工 讀家教學術都不會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去搬日本的手機 一定要有 你找工作絕對要有日本的文號 他看你連絡不到 甚至因為有很多你在那邊住房子 是沒有試話 沒有試話 所以他一定會用手機聯絡 你還有 你要做派遣工作 也一定用手機聯絡 對 因為你必須一大早出門 第一件事情 就要打第二個派遣公司說 我今天是什麼工作 待好是什麼去哪裡 跟派遣公司聯絡之後 也談得去出發 因為他必須確認你 你有沒有出門了 對所以手機一定要去辦 他兩家方案最多 而且整個日本都有 就是手機的buck 你可以去上網找 就是他甚至Youtube 跟Youtube運動可以到他廣告 有一隻狗很可愛的那個 Soft 就S-O-M-T 然後P-A-N-K 另外一家是AU 這兩家手機 最容易辦到 還有網路可以順便辦 對 就這些東西 然後當然第一件事 就是你那些身份證 什麼都一定要先辦 你才能去辦手機跟網路 對 然後再開始找工作 那找工作這件事情上 其實我還是蠻鼓勵 你可以去做派遣公的 他工資真的很低 我必須說 我也曾經度過一陣子 每天只能吃白吐司 還有每天吃飯加醬油的日子 很苦 但是我還是很鼓勵 你可以做做看派遣公 那原因一個是因為你可以學習到 真的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生活環境 你樂觀點是可以這樣想 比方說物流業餐廳 還有 不知道什麼傳單 那邊那些全部都多過 對 但是他有一個好處是 你當你做派遣公之後 你可能今天在奈良市工作 明天我跑到東大阪 那隔天我又跑到奈良先去 我只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就把整個奈良淨鐵的那個淨鐵路線 全部都搞懂了 這是一個好處 因為你可以花最短的時間 把你住的那個地方的交通 全部路線搞清楚 所以這個派遣公當台遣公一個最大的好處 因為你需要在一個禮拜之內 跑到非常非常多的地方去工作 懂嗎 對 對 也許英語主辦單位之後再開場 日本的找工作 讓他可以多換 對 可以 可以 那也許還有另外一位 剛才 可以可以 那找工作的話 嗯 你可以先說一個啊 找工作 一個是派遣公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市政府台位 你可以去找厚生神證 對 這個是可以找正職的 所以這個 這個不錯 大家可以去 謝謝 謝謝 那剛剛是還有一位嗎 我講很簡單 其實我剛剛就問了他有沒有賺到錢 有沒有 其實站下來才有可能去玩 沒有日本人 我這樣講對嘛對不對 如果你完全沒有賺到錢 一樣 背包背 背背就回家了 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大家每個人立足點不同 想去 有人就是真的是要賺錢 我大概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我一開始呢 我們這場聯場 比如做座談會 我們盡量去避免去討論說 大家到高速的心態 或什麼樣子 其實對我們來講 剛剛我們有說了 只要你在這個 Walking Hour的規範之下 你要做什麼 或者你的目的 到那邊目的是什麼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啊 反正你想要賺錢 就拚命賺錢 你想要拚命還 就拚命還 OK 那剛剛這位小姐 他說的所謂派錢工的好處 其實我們不是反對派錢 我剛剛有說 這些利益它本身都是良善的 就是說它是 因應一些狀況 短期的狀況 只是說 當這些措施 它變成了一個 就是用來脫血 或者是 讓勞工全力受損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解決 對 那個哈囉 可以幫我把TY的 那個 我們有一個首頁 關於我們 About Us 上面 往下 可以幫我點下來嗎 可以 我們有一句話 我們在說 我們在說 為什麼 其他生活在同一個城市 甚至這同一個城市 可以透露到鄉鎮 甚至在同一個地方 做相同工作的同事 可以享有比你高的工資 比你完整的福利 比你安全的保護作師 難道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校期比人家 簽證 校期比較短 我們語言的能力比別人差 我們的膚色比別人暗 就必須遭受如此 不公平的大域 這一句話 不是我寫的 但是我當我看到的時候 我感動 的確 我們現在在做的 其實我們要求的 就是一個公平大域 我們不會要求說 比人家好什麼樣 但是 在法律的規範下 我們是享有 應有的能力 我們也不是反對說 和大家去 如果你想去 OK啊 當然 我們去澳洲打量度假 其實我個人 我獲得許多 那我相信韋子也是 不論你未來是 你的方向是什麼 我們其實我們都非常鼓勵 就是到不同的國家去看看 只是說 我們不願意 台灣的勞動者 台灣的新年 再繼續的被 這樣的動畫的勞動市場 一下剝削下去 對 剛剛我這樣聽到 我想最後 以我在三個月農場所感受 以及經驗到的事情 跟大家說 我回來以後 其實大家對我在澳洲綠島的工作 很有興趣 對於那個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可是其實對我來說呢 影響我生命最深刻的 卻是農場那三個月 我的輩子是這樣 我是財大政治研究所畢業的 就是人家所做的那種 所謂的高材生 那我以前 我一直不喜歡 就是這個零次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並不覺得自己特別高級 也不覺得自己好像特別的厲害 可是呢 當我到了就是那種 澳洲的那農場三個月 我才漸漸知道就是說 我們從小到大的 每一個過程 我們都不斷的在被分類 分類到最後 我們被定義成是那群高材生 然後很多其他人 我們都碰不到 我是在那農場的三個月 才碰到我這輩子 可能再也不會碰到那一群人 這群人是什麼 這群人是真的是在 例如他可能是在 舉例來說 我遇到很多以前在 各個就是工廠裡面做作業員的人 我也遇到那一種 他在家裡面就是 其實就是那種 風化場所的地方 但是我透過跟他們就是 因為在農場在跟他們交往 我知道這些人是什麼樣的一群人 我深刻的感受到 這群人他是怎麼樣 就是生活在跟我共同生活在台灣 這塊土地幹 我卻不知道他們 所以進 然後再來的 第二個對我的改變就是 我用身體就是去感受到 勞動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也經過這段時間 我才知道什麼叫剝削 什麼叫做異化 那你在 不再多馬克思 沒有去三個月經歷過 救我啦 我的會根沒有高到可以偏空想像到這些東西 但是經過那三個月我完全感受到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在去之前我就看了 要顧慮你的我們這本書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他這本書寫的是 在台灣的外勞們他們所經歷的就是一切 在台灣的外勞們所受到的待遇 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們台灣人到澳洲打工度假 我們其實是被同等看待的 相有的法律權益都是一樣的 但在台灣的東南海中 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真的建議大家可以多去看看 你會發現我們竟然容許這種事情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發生 我看完了那一本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我經歷了那三個月 我只知道說喔天啊 我們台灣竟然是這樣子的 對待這樣的群人 可是到了那個經歷過那三個月以後 我才知道那個人處在那種狀態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要分享給大家的是什麼 就是說我從我經歷過那三個月以後 我再也不會去質疑任何人 他來澳洲打工度假 到底是為了賺錢 還是為了什麼其他的東西 我不會去質疑他的面子 因為我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狀態 我尊重每一個人他所處的一個位置 沒有人特別高級也不會有人特別低級 大家全部都是移工都是外國勞工 沒有什麼高級的外勞或低級的外勞 沒有這種東西 也沒有人也不是說存了錢去打工的人 存了錢去旅遊的人 他就好像就是來了墓地就比較高尚 然後那些拿打工度假專門來賺錢的人 他好像就是他的目的看起來就比較沒有那麼高尚 我就沒有這回事 我就要特別請大家可以去思考就是說 每一個人他做這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 只要他做這些事情沒有傷害到其他人 然後沒有去違反就是法律上要求他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就尊重他的選擇尊重他的需求 那不要去否定這些人他們不管是賺錢為目的也好 或者是他今天做的選擇是看起來在外界看起來 是多麼的脫離世俗 他都不應該非否定 我們常常就是因為在否定 我們就是常常去否定這些人 所以我們社會上才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這有點扯遠啦 這如果以後有機會可以再多跟大家聊聊 那我最後就推薦大家去看我們這本書 那希望未來就是我們也可以寫出一本 有關於就是台灣在澳洲打工家 或在國外打工家的那種生命的故事 那也很歡迎就是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2月10號那一場 我們就會專門來談有關於公司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再用一個掌聲給兩位獎勵 就是謝謝他們帶來立場獎勵 下禮拜 下禮拜哲學星期五要講的是神剛福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神剛福俊 其實他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那不管是在文化上歷史上或是建築上 其實他都有他很珍貴的地方 那可是現在就是之前的政府 是因為道路破建的原因 想要把它拆掉 那我們下禮拜就來談這個主題 那歡迎有興趣的人 就是下禮拜五晚上一起來 好辦 然後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 還有地住下 對 因為哲學星期五其實是有一群志工去 就是這樣子組成的 那我們都是義務性質的 對 那如果 如果你剛好身上幾年以前帶的比較多 只要很重 就可以丟一些下來 對 那可以比較輕鬆的回家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